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快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 依然是和平精英 现在开局也是拿下了自己的一个手杀 这个位置呢 这个手杀比较恶心了 这个手杀的一个位置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虽然说也是杀到对面 但是自身的血量也是比较残 这版呢其实是一把 我个人感觉其实质量还可以吧 这个前期也是泄露了一点小逆分 对面已经是直接拉到了我们的一个脸上 但是也是直接将他击杀 击杀过后呢其实有一些问题啊 就是这把啊 其实我个人在自己玩的时候没有发现啊 也是在后来这个发现的 我这把好像这个视角切换的有点这个比较乱 就是我个人也是没有想到啊 然后现在呢也是直接去进行一个 这个围追堵截 但是也是被对面直接带走了 其实啊这个我稍微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很多人也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我个人认为其实在把唱空模式的时候呢 你上完之后一定要换地儿 因为很多人都不会晃啊 这个确实是我个人也是很少去换这个 自己蹲的一个点 因为其实换完之后啊 就导致我自己玩的比较闹心 然后如果说我一直蹲在一个点呢 其实玩的就比较舒服了 这时候呢我也是在后边被打了 但是我也是在被打死之前 也是直接击杀了面前这个人 其实这时候你说我站起来能跑不能跑 但是接下来你需要面对的就 呃比较恶心的啊 这个如果说你 就是你确实是可跑 你跑完之后呢 跑完之后其实代表了什么 比较正面的一个提神 你现在这么 就是假如说刚才我跑了 我没有换掉前面那个人 然后我直接站起来跑了 然后他队友一旦在卖了一说 你后边有人 那我还是死啊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不如 就直接这么 站在脸上跟对面拼一拨 然后直接走 有一个换一个 现在也是杀了对面一个人之后 然后我也是自己变成一个残血 但是也是在侧面 这打了这两枪 将这人打散 但后头又有一个人 这人一直在这个歪头 他这个输出防射 我有点不太理解 然后也是再一次 打这个白衣服 但是也是被击杀了 有点难受 这个确实是 大家在玩的时候呢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时候 我打了这人两枪 直接将这人点散 但接下来他的一个走位 就是我有点捉摸不透了 然后我的队友呢 也是直接将击杀 他的队友呢 没有来救他 现在呢 其实人头差的不是特别多 然后我们也是一言 是处在一个 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时候 我再次遇到这个白衣服 他一个斜跳 然后一言是没有得到 一个太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这时候 想跟这个人拼抢 然后发现我自身的一个子弹 没有了 然后我也是再一次将他击杀 拿下本场比赛 我个人第十个人 想要扎到我家的一个伴 这个 兄弟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这个 一个人拿了这个队友的一半呢 我还以为 我这个队友挺狠的呢 现在呢 也是拿到一半之后 也是再一次选择去 进行一波这个围追堵截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 其实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大家也是想去针对我 直接向我干掉 然后我也是在这个地方 狙狙毒死两个人 狙死之后呢 也是再次来到正面 然后从这个侧面走 这个时候呢 也是考虑了一下对面 但是怕对面完了 这个正好对面出来个人 然后我也是再次和他进行一波对品 然后点了几箱 然后他直接爬下来 这边爬下有点失误 但是 我个人更失误了 比较难受啊兄弟 这边他爬下 确实没有想到 然后这时候呢 我也是正面抗认人 然后这边使用这个歪头大法 但是没想到侧面 他对了 其实大家在玩这个游戏 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是由于这个地图比较小 所以说 很多人都会导致 就是你在玩的时候 这个有人去从一个比较 奇怪的地方 就叫你击杀了 因为眼睛是有队友配合的 甚至有的人会故意把你引用到 就是我曾经玩过这个人肉炸弹 我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 这可能 当时确实是有人在玩吧 反正我玩的时候 玩的人比较少 然后我那天在玩这个 组牌的时候呢 我一般都是卖自己 然后就是让自己往前冲 冲完之后呢 也是 因为你被雷炸倒之后 有队友服嘛 然后我就往人队的地方跑 然后也是 去用自己的身体 做这个人肉炸弹 这时候呢我再一次看到对面 然后这时候也是 预判对面肯定会从右侧出来 因为他家普遍都是这个原理 拿下本场比赛第16个人头 这时候呢也是 上方再一次扎了一个人 然后也是拿下本场比赛第17个人头 这时候我个人觉得 比较糊了 那基本上游戏就要结束了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超级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 依然是和平精英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库2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库2的下期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